杨女士说三月初她在宁波海蜀印象城这家预言堂养生馆做调养 当时做的项目是腹部调养 说是可以打通韧脉 就是他们做的那行话叫韧脉 韧都二脉的韧脉 对对对 韧脉她就说做了会改善面色啊 什么会打通会人会什么舒服啊 什么的就这样嘛 她说做了什么调身体的什么的 就是她说往那边香啊 什么往上面搞嘛 揉嘛 然后那个东西可能是那个东西不小心烫到肚子了 杨女士说刃脉有没有打通她不知道 就记得当时腹部被烫了一下 一开始还没什么大的反应 回家之后才发现腹部起了花生粒那么大的一个炮 当时我没发现 晚上回家就发现好大的一个炮 第二三天还在用 后来我想到我也没来 我自己在用药的 用红面树啊 用小的那个那个 用那个点水啊 什么在搞的 自己自己在做吧 因为我没时间 我从八点钟出门上班 要到晚上十点钟 十一点钟才能到家 怎么了 你是做什么呢 做餐饮的 很忙 我就找他处理事情 我都没时间 这么忙你都去做这个 对对对 平时很注意这些 没有 外面有人叫的 有个新开的 就是这个礼包好拿 什么去看一下 什么做啊 什么洗脚啊 什么你老公也不给你捏脚 就这样开始进去的 杨女士说 她在这家店里领了两包炮脚的中药 还充了四千多块钱 办了会员卡 现在她希望店家把卡里余额退掉 并赔偿医药费 找到这家预言堂养生馆 负责人孙店长说 杨女士八天前来做过调养 当时没有说起被烫伤的事儿 中间有八天她没有来我们店 当时出来也没有跟我说 昨天姐姐来了之后 我说带姐姐去医院 我说既然有问题 咱去医院 你就咱上医院 赶紧给你去看 给你治疗 打通什么 韧脉是什么项目 腹部调理 就腹部按摩 韧脉 又不是五小时 对不 孙店长说 给杨女士做腹部调理时 会用到类似爱久的方式 需要加热按摩刺激穴位 的确有烫伤的风险 但不管是不是在店里烫伤的 她都可以陪杨女士先去医院看看 她在这咱们充了多少钱 她还把这个余额想退掉 可以啊 我可以给她办这些 也可以的办这些 如果是对咱们之外 说不想再这样调了 余额我们可以给她退出去 那我现在今天马上把钱退去 然后去余额 杨女士后来反馈 孙店长陪她去医院看了一下 没有大碍 开了两盒药 孙店长支付了医药费 并退还了三千多块钱余额 要不 黄剑 记住报道 和3-5中间-335-107-336-137-137-127-158-137-227-168-20283-167-137-167-158-167-158-168-185-187-177-188-178-238-168-188-218-188-188-143-158-177-187-187-177-188-188-188-177-19807-178-188-18-188-227-188-188-218-188-188-189-208-2-188-237-188-187-238-181-187-177-187-189-188-218-18-187-288-198-227-188-188